開始啦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因為早上是替打 替打的話車友有來安裝 但是早上剛好經理外出 所以早上就沒有辦法開直播 那今天下午又是VH的車系 車友剛剛一點的時候有來 我們安排的車輛就是跟這一款 PASA B8一樣的底盤 就是Golf 我們的發財車 讓車友來試乘 試乘的時候就說要立刻安裝 那安裝的版本因為車主有特別交代 它需要的設定是比較偏向舒適一點點 那這一款的引擎是柴油引擎 所以車頭比較重一點 那我們也有特別幫忙配置 配置的話前面的車頭是配置8公斤的彈簧 後方的話在彈簧上面是標示8公斤 但實際的公斤數大概7.7公斤左右 那這樣的設定其實以這款車來說 也算是還蠻舒適的 因為MQB的底盤其實 它的底盤還算是比較硬朗一點點 那安裝的速度也算是熟門熟路 所以還蠻快的 現在已經施工完畢了 那我們針對這台車的Wagon車款 它的後方的彈簧也有做專用的規格 就是剛剛提到的7.7公斤 那如果是Golf的話 它沒有屁股 所以它後方的彈簧公斤數就是用6公斤的 那我們來看看目前已經安裝好的部分好了 先來介紹一下原廠的 原廠的話 MQB的系統已經有介紹很多遍了 它的前面的話是一個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它跟前一個世代的B7 上座的話是不太一樣 這款的B8 它的前面的上座跟Golf的7代是比較相近的 那前面的賣花城系統 它在上座的下方有一個軸層 所以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它這個軸層會動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Golf的車系上已經行之有名 甚至現在很多的日系車 也都仿造這樣的改法 譬如說CRV的五代 或者是休旅車的S-Trail T32 它的仰角也都像類似這樣的設定 不是兩顆螺絲橫向的 都是插入式的仰角 所以它的設定的話 現在很多車子其實都已經 日系車也都類似這樣的改法 那這台車 歐洲人做汽車零件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邏輯 是還蠻特別的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款車的前面避震器的左邊跟右邊 來 這輛車一直是左邊一直是右邊 可是長得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款車或者是Golf 它的前面避震器 是沒有分左右邊 很特別 所以左右邊 裝錯邊也沒關係 都還OK的 那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的彈簧的規格 跟沒有屁股的Golf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後面的車重 重蠻多的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它的行程 比前一個世代的 前一個世代的仰角固定點 是在後仰角的上方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行程 比較短一點點 這個世代 是固定在下直幣 所以這個世代的行程 比較長一點點 有很多的車友 像我之前有做過 中午的話 應該也有開過一個影片 那一個影片是 Rawford 5代 Rawford 5代的話 它的底彈 比較接近前一個世代的 Golf 6代 5代 它的固定點 一樣是做一個短行程 像那樣短行程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建議裝短彈簧 可是這台車的話 它的行程走得比較長 如果要用短彈簧的話 浪費個大概兩公分左右的行程 也都還夠 所以這台車 改短彈簧的話 如果預算比較有限的話 改短彈簧比較好看也是可以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改KT 因為KT的功能性比較多 能夠調整車高 然後軟硬能調整 費用的話 也高 像這樣的 Aiba或者是H&R的短彈簧 也高出沒多少錢 所以它KT的功能性 比較多一點點 而且像這個桶芯 如果用久了 衰退了 裂化了 不太有辦法修 可是KT的話 是有辦法來維修跟更新的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那像這台車 MQB的阻尼 其實它就是一個比較偏向歐系車的阻尼 雖然沒有像W205那麼的硬 但是總是比一般的日系車款 像今天 是昨天 昨天裝的是CIVIC的8代 那個阻尼的話 就比較軟一點點 那這個阻尼 歐系車的阻尼 比較硬一點點 比較接近 CIVIC 8代 SI 它的阻尼就有做加強 就比較類似這個阻尼 可是還是舒適 因為它的彈簧配的軟 阻尼的話也沒有特別強 好 那我們來看看KT裝上去的樣子 這款車有沒有車友 能夠告訴我 B7跟B8 它的屁股來分辨的話 是有哪裡的辨識度比較高 因為我常常都認錯 所以我們國外在 訂購避震器的時候 都是比較希望 建議車友們 或者是我們經銷商 或者是 如果看經理影片的店家 我們來溝通一款車的話 盡量不要說 一代的PASA 二代的PASA 因為我們就有發生過 譬如說 Mazda 2 台灣就沒有做一代 但是國外的三代 就等於是台灣的一代 或者是說Honda Fit Honda Fit的話 台灣 是也沒有做一代GD 後來台灣的一代是G1 所以底盤的代號 是獨一無二的 可是講幾代幾代 國內跟國外有可能會有落差 所以建議車友們 或者是店家 或者是我們KT的經銷商 在訂貨的時候 盡量溝通的是底盤的代號 譬如說我要 我要訂一套賓士的C300 可是C300有很多的年份 譬如說W203 W204 W205都有可能 所以建議車友們 來溝通的時候 用這樣專業的術語 車友們可能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的店家 我們的經銷商 都有辦法針對這個部分來做客服 那不懂的 可以問我一下我們小編 好 那在這一台車的部分 後上座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 這個上座 它的這樣的形式 從Golf的四代 五代、六代、七代 甚至是現在最新的八代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有一個上座 站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後方筒生的阻鈕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那這裡的話 有一個防塵套 防塵套裡面其實有一個 緩衝的白饅頭 這個就是 改裝之後的饅頭 原廠很大一顆 但是改裝不需要那麼大一顆 那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下方這一條彈簧 就是剛剛一開始介紹的 7.7公斤的彈簧 那這一個的固定座 這個下溝臂的固定點 統身的固定點在這裡 如果前一個世代的話 它是固定在仰角後方 所以它的整體的長度跟行程 這個世代會做得比較長一點點 那這一款車 MQB的底盤 它有一個最棒的好處 後方的懸吊系統 像今天的話 如果以我的手指頭 大概輪胎上遠到葉子板 大概30幅 那預計 大概只有要降低1指幅而已 可是如果要降低的幅度比較多 它後輪Camper的角度會變得比較怕 那就有可能會失態 那這台車就會建議要改裝 仰角調整器 對吧 但是這台車 MQB的底盤 我們有介紹過很多遍了 這台車後輪的竖角 有一顆偏心螺絲能調整 後輪Camper 也有一顆獨立的偏心螺絲能夠調整 後輪Camper 所以它能夠校正出來的角度 能夠比較靈活 那如果我要降低的幅度比較大的話 還有辦法靠這兩顆校正的螺絲 來做出不吃太的角度 所以它的後輪能夠調整的角度是還蠻多的 那當然如果沒有降的特別特別低的話 就不需要再多花費用改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車友的話也有改裝了 後方這個是應該是HHC的吧 後方有改加大碟 前面的話有改六貨塞的卡鉗 整體的底盤 還有輪胎鋁圈 這個是改了19吋的 都已經到了一個定位 那今天就是要改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19吋的規格是235 看一下 235-40-19 這個ET值有一點小 所以經理也沒有建議說要降的特別低 因為怕輪胎的外圓會磨到這個S板 所以只有要降低大概一指幅左右而已 這個是後方的介紹 後方有哪裡沒有講到嗎 大概這樣子 對了 後方安鬆的重點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桶身如果把它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預載就會過多 那就會不好做 所以這台車希望大家 希望計時在安裝的時候 不要把桶身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的話 它彈簧堅住了 就在處理一些細微坑洞的時候的狀況就沒有那麼的完美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 那KT的用料也很棒耶 像是KT所選用的主泥油 我們是使用意大利IP的油品 那在講那邊好了 那邊講碼好了嗎 在主泥油的話 我們是使用意大利的油品 這裡有一個意大利油商 不好意思你從那邊 油商給我們一個授權書 這個就是我們有使用意大利IP的油品 這個是台灣的進口商 那在油風的部分 有關到避震器的壽命嘛 油風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都是很棒的頂件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車友還有要一起改裝 要一起換那個來臨片 所以都已經施工完畢了 那前面的台幌配置8公斤 108公斤 上座的話我爬到上面好了 因為要介紹KT有上座 然後從上座這邊 就能調整到它的軟硬度 這台應該是2.0升才油引擎 TDI的 我自己是特別特別喜歡 這樣這一顆 VH集團的變速箱 它的DSG的變速箱 超級超級聰明的 而且能夠承受 中大幅度的動力改裝 這個是它上座有三顆螺絲 在這裡的話有凸起來這個點 它旋轉起來會動 這個KT的LOGO就是在調整 它前面的阻尼值 在調整阻尼之前 有一個地方還是要注意一下 胎壓的部分 像這個19吋的 就大概32-36PSI左右 那調整胎壓完畢之後 再來調整阻尼 調整阻尼的方式就是很簡單 所以它左邊跟右邊一定要一致 好 這個避震器就是它沒有分左右邊 所以離載串 離載串的話就直接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然後它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因為ABS感應線還有油管固定架 都是在仰角 不是在避震器 跟避震器沒有相關 前面的話是麥花神的懸吊系統 它比較單純 能夠從這個地方的長短度 就能調整之後 就能改變它的側高 那今天的話 預計降低大概1.5公分 降低大概1.5分左右 這個是19吋應該380吧 380的大六活塞 因為來令 今天有幫車友要一起來令把它更換 好像差不多快好了 好 那大概今天這一台福斯PASA B8的介紹 Wagon 這一台是Viron 是一般叫Vagon還是Viron 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Vagon 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想要試乘像這樣MQB地盤 其實MQB地盤的範圍很廣耶 Chicoda Chicoda的Super B 跟這個一樣的 還有Atavilla 或者是Golf的 福斯Golf的系列 還有中型的是Jeta 現在還有Jeta嗎 Jeta應該也有 Jeta很少 Apassa 或者是福斯的Tiguan 還有Chicoda的中雄 這些的話 其實都很歡迎車友們來試乘 我們公司裡面就有一台 一樣是MQB地盤的車子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試乘之後 覺得試乘起來有滿意 再來考慮KT的產品就好了 那如果對影片當中 還有其他想要了解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私訊我們小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